这才能真正化解问题 好在现在他们也都有这个意思 去年年底 教官组织在印尼巴厘岛召开一个国际会议 他邀请我了 主要的讨论呢 就讨论媒体 像现在电视 网络 内容多半是负面的 暴力色情杀到阴亡 这个对于社会伤害非常之大 如何能够把它导向 是正面东西 像伦敌道德多博一点 暴力色情呢 要把它大量的减少 最好能够没有 那么有三十多个国家参加 我们也达成了共识 但是怎么落实 这是个问题 我想今年我就访问 主要我们讨论如何落实 纽约那边的联合国他们在去年的时候也发起了一个活动很好 想在亚洲找一个城市来实验作为一个和平示范者 这是很好的理想 那我在汤匙搞了一个和平示范证 搞成功了 所以他们跟我有联系 我说我这个示范证可以给他做参考 把这个示范证能够扩大了 就是这个示范证 我是想跟他建议 希望联合国推动 每一个国家 至少都要有一个示范城市 这个安定和平示范证 大的国家希望能够有两个三个四个示范店 这样慢慢推动的时候 确实这个世界安定和平还是有希望 所以要很努力要去做 没有人推动就不行 一定要有一批略行人士 好在现在还有 有一批略行人士 我们共同来推动着这种事情 底下一个问题 据说了凡私信二十三级的连续剧 是老法师这边赞助的 可听说因版权问题 无法在电视上播放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么余金义工的影片 是否能公开播放 这个播放的事情 我都不太清楚 我也没有过问这些 可是这个光碟出来了 光碟出来了 我想有些地方的时候 他们看过之后 认为很好的话都可以播放 这个我们也在努力推动当中 第十一个问题 在道场做事情 总有自己的意思在里面 烦恼来时总是控制不住 该如何调整自己心态 发真心为众生风 这个问题是教育问题 我们为什么常常会有冲动 坚持自己的意见 不肯忍让 所以这是教育 所以如果我们把地质规学会了 学好了 这事情就没有了 所以中国从前的社会 从小 弟子贵是从小教的 所以从小就知道 忍让 我这一生 今年活到八十多岁 这一生能够过得很平安 过得很快乐 就是懂得处处忍让 从哪里学来的是 十岁之前 我住在农村里面 父母教的 老师教的 那个时候老师死书 中国传统的教育 都是教你 孝勤 尊师 都是给你讲 能力道德 给你讲 因果报应 我们这从小咋的梗呢 一切是能够让一步 海阔天空吗 那别人做这个事情 我可能比他做得更好 但是他做得虽然没有一种好 能够得去就好了 如果有很大的 这个伤害 我们就劝道 劝道不听的 我们可以离开 我也不破坏这个道场 所以一定要学人 学佛 人是成败关键 你看金刚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法得成于人 这个一切法 世出世间 一切法 你要想成就 那就忍耐 大成就 要大的忍耐 小成就 小的忍耐 菩萨成佛 最后一个考验 是隔离王 各界身体 那样严重的忍辱 菩萨的人 一丝毫成会 已经没有 而且法病 我将来成佛 第一个来做你 你看看多慈悲 所以要学忍耐 从忍耐提升 就是离让 离让比忍耐高了一级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真正修学 就真正做功夫 下面一个问题 如果能修行到 突破空间维持 看到鬼道众生 会不会很可怕 不会 如果你突破这个层次 看到鬼 就跟看到人一样 你可以跟他们 互相往来 鬼也不是 随便会害人的 很可能 跟鬼神相处 比跟人相处 更容易 第十三个问题 弟子从小 胆子特别小 尤其怕鬼 甚至这对于修行 是障碍 但一直无法突破 请问应该怎么办 念佛最好 你就一心一意 常常念阿弥陀佛 佛力加持你 三宝加持你 肯定对你 有意详不道的 这个收获 第十四 在道场里做事 为了护持道场 执行道场 所制定的规矩是 得罪了人 是否如法 是否有因果 应如何做好之事 这个现在道场啊 难 地区非常困难 这四不是凡夫 就像幼儿园一样 我们来修行的人呢 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这四是保姆 所以道场里面的知识 是菩萨 不是普通人 菩萨有无量的智慧 有无量的善巧方便 真的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以严厉的这个态度教训人 而那个人呢 会对他敬畏 又怕他了 又爱他了 这就是菩萨 如果的时候 你在这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